大家好,歡迎收看這一節的即市公諒 我是林紫棠,我們在這個環節有Anno在 Anno,你好 是,紫棠,你好 提醒大家,任何股票上的問題可以打你204-6566 問候我們專家意見 又或者出問題電郵 去到ASK-BSChannel.com 或者WhatsApp到91571428給我們 Facebook上亦准直播 大家開啟的Like和Share條片 任何提留下留言,會盡快解答大家 看網絡市先,跌91點24,021點 國企指數跌31點的8419點 大市成交691億 來到點半鐘,700億成交都沒有 市場又滾下來,24000邊緣 後市有甚麼看法呢? 債息美國那邊又抽到那麼高的時候 後市24000,現在都不知道收不收得住 之後怎麼走? 你問我要駕駛24000是一個很強大的支持位置 很穩陣的 我一定不會有這樣的看法 所以你每週一猜這個禮拜 你的病人有沒有放假? 我就直接推七五零零的 我覺得你選擇這些位置做淡 直播比較高 我們平常常說可以做淡體淡 幾時早就在近期這些位置 如果你的指數上就是 100天線、50天線 50天線還沒穿 沒有說玩完的 你在某個角度上是近期跌下來 你不怕成交是可以的 但是問題是你是不是 預算一個崩半式下跌才不是 我們又不是預期望崩半式下跌 它肯跌下去就OK了 所以你做一些短線 你看著24000 24000穿上去的時候 你就要開始擔心成交是否加大 再慢慢地跌下去 所以你說如果這段時間 突然間在24000崩半 很大成交這樣扔下來 誰都會走 相反地你說如果短線 我覺得短線最大的問題是怎樣 你看小視圖 我們經常說短線 如果短線你看恒指的小視圖 近期見了頂之後 有一個挺漂亮的下降通道 出來 如果你看著這個下降通道 那就陰一點陰一點 如果穿上去 跌勢就會加劇 甚至可能今天未必一下子下去 突然間跌三百幾四百幾點 我覺得機會不大 可能會輕微微地穿兩萬四 接著一個列後低開 日線圖出現什麼事 就會有些倒形頂 那就是真正電淡 現在電淡信號在 所以短線這些日子 只適合做一些低槓桿的淡倉部署 好像7500這些兩倍 我們一猜的時候 就說Gap 都收了一半 輸得多少 你的心態就是這樣 但是短線上 今天你看到有什麼特徵 指數就沒什麼特別 各個股上面就有很多 出完營起之後 衝高回落 或者直接插下去的相關股份 有些什麼 建土即沉辦 任命康德 永大汽車也是 其實共通點就是 這些都是去年一度檔炒的股份 在歐了 2021年份業績好當然是 上半年又有基數高 下半年你看的就是 其實共通點就是 都是增長房門 相對比較好是永大汽車 但永大汽車現在怕什麼 怕今年 怕豪華車稅 怕不夠新車 可能去年還夠的 賣光了 今年不夠 你會擔心 市場擔心的東西 幾乎在業績上 沒有任何消除法 所以短線上 我覺得你最主要想 自己有什麼看法的東西 我覺得暫時講就是 走著down trend 而這段市況最好是怎樣 因為optimal 即是已發生 但最理想的就是做對沖 然後買價值股 這段時間價值股整體 沿到走勢上 都是比較穩穩 何謂價值股就是 跟經濟敏感度差 不會太高的 不會有個很暴力 很強勁的盈利增長 但是股值很劈 有個穩定股息率 搏就是搏這些 銀行股也是 有些基建股也是 有些我們講的 那些傳統農業的煤炭 那些升級比較多 因為那個股息率特別高 所以如果短線做這些部署 就穩穩陣陣 但是如果純粹搏那些 衝上衝略那些 那就要轉上轉得很快 而短線來看著行指他 但是真的能否收到兩萬四 希望能收到 搜不到的時候 那淡油就準備食戶 好 有人都今早早衝了 那些3669 榮大剛才說的 191號八高追了 紫舌位定在什麼位置 其實就這樣追 我就真的不是特別建議 但是都追了 那都是準備紫舌的 那你考慮一下 定個紫舌位在哪 榮大汽車 其實你看很多4S股 近期走勢上 的確是好翻跌 但問題真的跌得多 做過結術反彈 如果你看榮大汽車 我們看平時回調幅度上面 跌浪近期來說 不用拉到很遠 現在正正反彈0.380左右 最怕就是彈圓有散 如果你憧憬業績上面 你就要對公司前景很有信心 我沒有的 老實說 以前我也看榮大汽車這麼大的問題 自從不夠新車銷量之後 你們發現輕電動車等等 我覺得4S股都未必再好像以往那樣當炒 所以你說如果定一個投行位停在哪 其實這些位置我覺得都輸笑蕩贏算 就是下一個位置 因為20天線 9.8 差9格 你想一下幫不幫買它 我覺得都不如 就安安全全 就是見這麼多型起股充 充高營會 市有準備會 所以這些股份我覺得 就不要下9元才想怎麼辦 我們最怕是這些 最理性當然是20天線指洩 但是有一樣東西叫做Gap Down 就是有一樣東西就是裂口低開 想搞些位置走都走不到 所以你問我永大汽車 如果你高追了 因為我都不主張這樣去高追 就是如果你或者做了 嘗試去搏的時候 那搏不到就要走 這一刻都收之陰燭 應該要投降 好 多謝Tommy的問題 另外的航運周邊的517 行不行 不是不行 是不是見到2343那些 都不關事的 其實 你說這段時間 517就Stanley推介 3161919都炒了很段時間 短線航運股不追 這些位置人家都升了很多 炒的東西完全不同 最安全一定是1919 但1919我覺得 其實現在有些OK的股份 你都不需要這個位置買 最重要的是 你想想什麼位置自己先 哪個位置的值得高不高 看圖 1919這些好像準備見頂會落金 穿14元 那圖真的挺不漂亮的 可能會試分12元這些位置 才不出席 可能再上 你始終那間出業績 還有一段很長的時間在 營起就預算了 千萬不要擔心 就是說出營起我爆升上去 發生這些情況 機會就是不大 所以短線來說 1919最重要的是 由14元做止息位 如果不穿14元 只要拿著 你OK就可以了 你問我的話 我就主張看定些 好 另外 有一個人問 157和883 收息買哪一隻好物 都挺肯定是883 因為你說以收息為主 157的派息又不穩定 純粹就是之前跌得多 大家憧憬內房、基建等相關項目 令到重型機械炒上來的東西 157現在一定不是炒收息 就是在兩年前 157我們都之前推介過那段時間 炒到上十幾元 那些位置是憧憬收息的 公司有一個很穩定的 cash flow 整個內地經濟很穩定 前景樂觀 有一個換機潮出現 都換了 這段時間 就真的當是一些很波動性 基建那些相關股份來炒 沒有說哪 如果你論升幅 有機會是157升多一點的 如果你真的打算拿來收息 都挺肯定是883 你自己有數計的 每年至少收0.7個股息 700厘就不掉的 所以暫時來說 我覺得收息一定是883好一點 這些位置 高最怕不怕 怕的 不過你拿來收息 有什麼所謂的 他都派到0.7個股息 你OK就可以了 如果短線 你說最好買的位置 一定是9元的位置 才出手會舒服些 但是如果拿收息的話 你也不是短線的 短線收息 就等於在銀包上 經常拿錢給自己一樣 會隨正扣回 所以你說 未來未來都不用特別 擔心派特別息 這個鞋都要追回 特別息會在股價上扣出來 這輪列口上面 883可以扔的利好因素 已經扔到7788 所以短線 不需要這麼心急去追著 但是拿來收息 中長線部署OK 第9元才出手 兩晚四都出賣了 現在大家可以留意 另外1866型起 怎麼看 收益分化肥 其實化肥股 都是同樣我近期說的獨立 這些屬於低估值股份 都還有一定的風險 但是這些位置你要去搏 簡單一點這樣說 二定止蝕位 輸極有過譜 我覺得暫時來說 森棉森發肥 不要宣布交通到底部 你看圖上面 其實都炒了一個多月左右的時間 向上突破真正式的位置 是在這些位左右 如果你說追了 當然沒什麼提到玉色 但是這個視訪已經在跑人 大部分時間跑人的時候 這段時間行指升得比較多 追分貼一點 我覺得可以截圖 看你有沒有貨 但是如果出完營起 走去追 我覺得可以保持低一點 視訪又不是落貫得那麼重要 都有機會止蝕 你一穿5.4這些位置 就要理性止蝕 可能你試試保持接近20天線的位置 才去追尾 所以我覺得現在其實 你問我在這個部署上面 好倉部署是可以做的 但是以嬸嬸為主 鬥安全 鬥輸少當贏 5.6搏 5.4止蝕 不算很過份 你看6元樓上破到 就看6.5元 但是要再看7元 突然間摸這些股份去破頂 就馬上升上去 上年升了一倍多 今年我們又要游升 我們說很多股份都是 上年升多少 你今年打了很多 賣給它 這些位置 不會真的預期升太多 6.5元 7元這些位置 我覺得差不多 想不想到 你問我 短線 這個月 我覺得機會就是沒有 但是拿到業績的位置 有機會看你的水平 好 接著有人問 2.3.8.5.1.7 剛剛說了 Sandy推介 2.3.8.8收息 銀行股都不捨得人 不會捨得人 經濟大蕭條 什麼都塌的時候 真的要攬炒 你拿著股份 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經常說 買股票 買這些可以的 但是2.3.8.8 你說這些位置 上30元 會不會很大機會 向上衝 機會真的不大 所以你問我 收息股一定是很好的 1.2.6.3是否玩完 1.2.6.3 15元有貨都回了3.4元 很難說玩完 元宇宙玩完的時候 你看一下Andivia Bitcoin 又不只是Bitcoin 就是說元宇宙的概念 是否玩完 真的不知道 你的問題就是 我沒有玩過 怎麼會完 但問題是 如果你15元 去樓上的位置 去追 我真的覺得 你有機會玩完 但問題是 5元的位置去追 當然還沒玩完 但短線關火 一定的 圖都不 告訴你 一穿10天20天 保理加通道的底部 都好像穿過的時候 但是上次滾一滾下去 十個多的時候 你衝上去 短線彈 我經常都說不彈 怎麼引你去買 所以問題就是 首先第一方面 我會不會主張買這些股份 我會不會很建議你去買 不是的 你問我元宇宙 我本身由出的一刻開始 我都不是特別買 不是特別信 但我們明白的 有時候資金沒有出路 人炒我炒 等於近期流行的NFT一樣 有很多自拍 很多印度 不同等等 賺很多錢 是不是一個新興概念 不是的 但你說炒到什麼時候 我們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買這些概念 你只得買和不買 玩不玩完 你問我 我從來都不建議參與 我當然覺得有機會玩完 但是不是今天開始玩完 是不是這些位置 要落到5元 我又不會這樣看的 你說柏能有個好處 就是有實質業務 不像之前說的NFT那些 那麼去玩 我覺得短線來說 柏能都要做好風險管理 100天線都穿完便離開 就是你連上次有這麼長的下影線 都有機會跌穿的情況下 升了這麼多 你看圖上面 其實你如果看整個下降趨勢 出來 比如說下降三角形態 其實已經穿了 你不走 量度跌幅這樣算 真的試回10元 甚至9元這些水平是不出 下一個支持位 就是這些位置 你說真的打完完會完形 我又覺得未必這麼極端 始終說 它做跌飛卡的那些 真的好賺 無利率又不斷才是收窄 但市場可能不願意 給這麼高值的股票 所以你說 這些股票 我們通常說什麼 就是做足風險管理 沒理由吃完跌浪 你都沒事的 當然說如果你在長創基金上面 你拿一下這些 你不是拿得多的 無謂的 但問題是 我相信大家都不是這麼做 你的問題是 純粹問1263 是否玩完的 15元有貨 15元有貨 就是100天才要止蝕 你問我 我不會建議你死炸爛炸 退錢出來 就不要搞事了 對了 這也是另一個問題 你止蝕 會不會去買其他 類似這些相關概念 急取教訓 即是15元這些位置買 其實我覺得都 即我不知你幾時15元買 但如果其實你見幾次 碰15元這些水平 都是出過那些大陰燭 或者你升之前的時候 我想你要敏感一點 就是不要慢太多拍 即是如果你那些拍能很醜 在Endivia 開始開車那段時間 在那時候5元的 開始重傷力 你近期高位才追 通常這些那麼高追 你明知道它升了很多很多的股份 輸一兩成 你又真是要投降的 現在都輸了兩成多左右 又不算完全沒有機會報仇 所以哪裏跌低 未必要在哪裏起身 但是你問我拍能 你說拿到業績 那除非它派息上沒有有驚喜 我覺得應該是不會的 上次也OK的 你問我就真的 所以你問我短線 一百天線穿了 當然就會理性自捨 好 那看著你一百天線 Andrew 另外還有人問 IT硬件 和RAM相關的股份 你會不會 港股沒有這些選擇 好 其實你IT硬件 就只有聯想 你可能在RAM上更加少 你講聯想那些 我相信都不是你想要炒的概念 所以你說炒港股 就不能玩得那麼精 或者你這些概念上 未會是偏多 但我不知道你想講哪裏 但我相信共通點都是 會不會慢了些 你說短線有什麼特別的新增 有什麼 現在科技股尾股就是關注一件事 殺股值 就是說加息 那會不會科技股追跌 可能性是神大 所以你說暫時來說 沒有什麼推薦 好 接著聽聽陳小姐的電話 陳小姐你好 大家好 想問哪隻股份 是 我想問平安好醫生 1833 還是1799 是 你有沒有貨的 有啊 是 很重啊 是 多少錢買啊 平安好醫生 平均也有42元左右 一萬幾股 OK 還有一隻新特蘭元呢 新特蘭元1799 是 你多少錢買啊 有4000股 我差不多以15元買 昨天約16.18元買 三千元 昨天已經再加了 是啊 我看它動了 它跌下來我又沒有買 OK 好 好 問一下阿奴怎麼看 1833 輸了差不多一半 是 是 但有很久 就是你這樣賬面計 可能輸十幾萬 甚至二十萬左右 但我不知道你對你的本有多大 所謂的重貨 就不是就是金額大 假設你有百幾萬 你輸十幾萬左右 其中一隻股份 又不是很大殺傷力 這些股份當然是大殺傷力 對你來說不是很大殺傷力 但假設 這個是假設 你真的佔你絕大部份 真正的重貨 就是說你接近放了所有資本 所有的本錢 在這隻股份上 沒有這些 就是你買中了一些叫bubble 相關的股份 為什麼我們說之前柏能 你需要止竊 就是擔心類似發生這些狀況 平安好醫生 絕對是一隻bubble的股份 上市的時候說什麼 線上醫療 病的我們要線上看醫生 看完醫生 跟醫生談完之後 第二天就會有藥在你身邊 整個business model 之前說到很漂亮 但是上市至今出現了什麼事 客戶增長數目很小 因為基數已經很低 沒有什麼很強勁的增長 第二方面 根本就不兵你一途 就是大家病完之後 都還是這樣 就是會有人用的 但是沒有一個很明顯的business model 現在還要燒錢 燒了三四列 我還要再燒得更厲害 那股值就是這樣 你繼續拿下去 會發生什麼事 公司在計劃未來兩三列 都會繼續燒錢 你手上的錢 就有機會繼續燒 現在燒著 你由四十幾元 跌到二十幾元 雖然是短短的 可能跌浪很快地發生了 但是其實消息就是 它出中期業績那段時間 上年八月份開始 那些警號就出來了 所以未來 你要繼續拿著 駁的一件事就是 可以看它很快 有一個盈利實現 但是你看中期業績 它給了什麼指示 2022、2024、2025年 才開始燒完錢 那時候才開始 又有一個新的 盈利增長模式 所以我們覺得這些股份 你繼續這樣拿下去 你只會越輸越多 所以第一件事 記住就是 不要亂扣貨 未來可能平安好醫生 有機會彈上去 那就彈高一點才走 但是第一方面 真的不要再亂扣 抱著一個輸了錢 吸收的教訓 但是如果你可以再穿 近期的52週低位 可以怎樣算 真的不會可以做 現在真的很重貨 唯有指示 還有新達能源 昨天被人騙了 以為彈完之後 可能的勢又好一點 其實這兩年很多型起股 都有一個共通點在 那個盈利很厲害 因為前年的基數很低 即2020年的基數很低 但問題是 近期譬如過去這三四個月 跌些什麼 很多都是跌擔心 2022年的業績 所以整件事很有趣 市場在怕2022年的東西 你拿一份2021年的成績表 拿來升 這樣就是追 結果當然是跌下來 所以新達能源 同樣道理 短線真的不要亂加主 你如果加主 現在輸一點點 就先走了 只要虧加主那些 但是新達能源的股值真的很便宜 有得手賣下去 但不要太重貨手 有多餘的錢 求資在其他東西身上好過 擺下擺下擺下 我覺得新達能源 都有機會上回20元 但真的要擺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過程可能很痛苦 可能會落到12、13元 然後才算真的不出奇 我只是猜 只是胡說 接近 但是短線會行一個V型手勢 機會是十分之大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是新達能源 怎麼辦 就是同樣地不要太重貨 你不重貨擺下 都可以想 重貨短線來說 最怕的位置是什麼 去到低位才止蝕 負面消息出來 好像很不行 正老是要止蝕的 但當消息一轉變 可以買的時候 你又失去 所以這些股份 就很適合短炒的 但是大家沒有什麼想法 你不清楚股份做什麼的時候 這些就要小心一點 尤其是去年升了很多 開始打會員型的狀況 你看圖也是 下一個重要資訊 是12.5、12.5都穿了 就是有牙殼而已 嗯 好好好 多謝這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回答Youtube上面的問題 有人問一些電力股 902還是2380好些 小駐想試一下 如果你看過走勢上面這兩個家的日 2380和836是明顯的好很多的 原因很簡單 要不然有新能源 市場仍然還在炒新能源概念的東西 但問題就是這兩天的走勢好很多 代表我覺得綠色能源要開斜箱 又全部炒相 我覺得不是的 其實反彈而已 不彈 好像新大能源那樣 不彈怎樣引你們去買呢 所以我覺得如果這兩天 或者昨天你見到 資金去追的時候 你沒有嘗試去搭個順風車 算了 不要慢 升了兩天 差不多一成的時候 你去追二三百零 或者836 我真的不記得 準備等吃虎 我覺得有些人搏了 你看圖上面 譬如836 836 押著50天線 又是壞 同樣2380也是 你這兩天雖然彈得多 但圖上面基本上還沒有轉勢 現在這些股票最怕是釋火 我們覺得最重要的那些止洩位 就在11月的低圍箱 有一個逃微露道 但是露道之後 你會發現不抵搏 所以你說短線 如果在這些位置 最兩隻都不選 我覺得暫時來說 市都搜不到24,000的時候 你先走去搏 做好倉部署 很不高直搏率 市房這些是叫做穩陣的 但萬一市一旦 再穿24,000 然後洗股值的時候 那就跟跌了 所以就不要這樣強行去追 好 接著1211 又是無緣無故有4% 又回到 253 這些位置那裏 那裏 之前他就 滴完之後 它小彈的 但是現在看窗戶 好像有少少少傷病 圖很差 其實很多東西 指數也好 股份也好 很多事情都仍在走一個 可能有些是走一個很長的浪低於浪格谷 比亞迪或者之前說那些836的902 純粹就是上年升了兩倍幾三倍 比亞迪升了一倍幾 回到三成很合理 但問題就是你什麼位置買入點 就是你用什麼心態 如果你的心態好像之前柏林 就是一個失敗的三波 有很高位再去追 人家炒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這個概念不行了 散水了當然有問題 同樣你電動車 我們說這個概念這一刻還可以 但你沒有理由這些位置買 所以比亞迪短線來說 又是彈到一百天線 這樣對回到你的情況下 如果你說前兩天 這些位置去駁一下追一下 可以的 我覺得有討論空間 你就駁它上一百天線 但是今天擺明駁不到的時候 二十天線應該走的 穿十天線你還問應該做什麼好 所以第一方面 你沒有可能這些位置走這樣搏 因為我們經常都說 第一個指示位 就是二百三十幾的水平 試過了 碰過了 下次再下跌這些位置 就可能是穿的 所以你不會再這樣去短線 一二一一 不是玩完 短炒來說 就不在watching case裡面 我所謂的玩完就是短炒 你可能說這段時間 你搏它上二百三十幾 你試下去追 你要想吃糊 你說這些位置 你下一次可能有機會穿二百三十幾 到時候就要二百元見 你說二百元上年升這麼多 都不是很過分 過分就是你三百元才去追 你就要坐到現在 這些風險承受能力 就很因人而異 有些人可能跌三成 有什麼問題 比阿迪你預算之後 看四百多元 我們就不太主張 因為其實你去年比阿迪都試過出現 你看圖這個大V影 就是我的投資方法 我從來都不期望 就是你要去吃光整個V影 你當時這些位置 我都經常叫人止蝕 你總會說 你當時又叫人止蝕 現在升級上去 問題是你這些位置 你留得想去追 所以未來比阿迪都同樣是 現在短線 就走一個下行翠勢 上到一百天線 五十天線的位置 才想想 上不到的時候 見二百三十元是第一個目標 你甚至穿二百三十元 可能結二百元 所以會不會有很多人這些位置 說春兩晚四 說看淡 走去做蛋 放什麼好 比阿迪就是其中一樣 所以短線來說車股 不要小看調整能力 特別說近期才開始追跌的板塊 短線的下行壓力 可能會比ATM更加高 好 3076ETF 這些貫度體的ATM 你怎麼看 不要留意開 你問我 因為很多人 可能你開台積電 我真的不知道 其實你問我 ETF其實真的沒什麼興趣 你問我 我向來都不主張投資ETF 當然你很看好的sector 你就想 但是你問我半導體 向來都不是我吸化高的sector 所以我又沒有說看淡的 但是真的沒什麼意見 康師傅之前我們經常說 這些有得加價 那些就有得想 回到D下來 五十天線 就在五十天線上 你問我 康師傅怎麼看 第一方面 你想一下 是不是真的覺得它價價 我經常說 是不是真的加到價 就是你之前是炒充敬加價 有不少股份 關掉了火的了 蒙夫山泉第一個關掉火 接著到康師傅 旺旺又關掉火 近期來說 康師傅 你是否打算去到他關掉火 那段時間 你才投降 或者是你有個很深信 加價的充敬 你有深信的加價充敬 不用問我 所以你問我怎麼看 你這些位置 有得下車 有錢賺就好賺的了 無謂等出之陰燭出來 但是市況上面 這些是比較穩陣的股份 康師傅這兩年 就派了很多特別色等等出來 但其實論業績 今年就應該會差很多 原材料成本升了很多上來 他一派不到特別色 又派到以前 可能一厘兩厘的股色 那就大領落了 所以你說短線 康師傅 做好友的 就畫上升櫃給你 你搜到的 過去四個家有很多下影線 不穿 那是OK的 這條下影線的位置 15.5元 你現在都是駁到5毫子 有貨 或者你想駁到的時候 就駁到 但前提你這些位置穿了 你要吃走 如果又出現一個狀況 穿完這條上升位 下到15元 或者14元 問我怎麼辦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短線來說 康師傅就不是我杯茶 或者簡單一點 這兩天都是這樣說 內需股 我想不到哪一隻可以買 我真的想不到哪一隻內需股是特別好的 很多加價 是升的時候 就告訴你加價 一下插下來 就告訴你加不到價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講 內地現在 就不是有很明顯的滯漲風險 現在害怕什麼 甚至害怕通縮 通縮就不是炒這些板塊 就是說在過去一兩個月 是9月10月份的時候 大家在說通縮 在說滯漲 但是現在內地最新CPI的狀況 甚至是害怕通縮 所以故事已經完全不同了 所以短線來講 這些位置就 真的要小心一點 跟著 日本本身有些螢幕基金 可不可以買一些 A股的ETF 就是指一試 我覺得其實內地股市和港股 走勢真的差不多 上年就A股好一點 但其實性質很相似 因為大家都是中置股 只不過持有的範疇 位置不同 如果你說港股要做好倉部署 我覺得你分開兩個市場 當然有幫助 但我們就是講 因為整體表現 其實上落 幅度上不會爭太遠 所以分別真的不算太大 我覺得盈富基金 如果做好倉部署 就像NPF那樣做 每個月光 你可以供很久 你不是想著短期來說 你賺錢的 那就OK了 相反地 如果你做短線部署 穿二兩萬四 穿五十天線 可能又會撒下去 有機會還行一個浪低於浪的格局 我們最怕就是什麼 明天裂口低 可以行一個倒營頂 你唯有看就不是這樣看 所以我行指 盈富基金只可以做一些長線部署 用月光形式去搏 搏一些東西 最壞事一二過 慢慢爆完之後 我們會扶持回 你月光搏到當然開心 不行的 因為你不會太大住 不會有太大殺傷力 所以你問我這一刻 做長線部署 有沒有想法 可以的 但是你要用對方法 剛才我們說的 心連心發肥 那些人就馬上想起 就是中學石油化學 之前我們也有推介過 但是看屋頭是OK的 相對的大事 你不是畫十天線 這些位置要守到 就看回兩個 七至兩個八 這些位置 三元我都未必夠 但我看得這麼久 其實很多東西都跟之前看得 沒那麼樂觀 你問我以往二三四三 我看得到五元 現在都是剩下四個多 原因 擔心經濟增長動力 即是你講內地的短線 經濟前景 我覺得都比較難搞的 第一季第二季的GDP 都可能會嚇到一 始終在講 花肥股就好一點 跟經濟敏感度上地沒有那麼高 但是資金真是少了 關了貨 大股成交金就是花了 所以這些就難炒一些上去 但是跌了這麼多 彈回兩個八 都不是很過分 如果你看整個調整幅度這樣算 整個跌浪這樣 由頭跌到尾 跌了很多下來的 三個半 跌到兩元 我都是薄反大一半的 都未去到0.618 所以你問我 其實兩個八至三元 真的有機會 但我想這一刻 我都是以神神為主 沒有以前那麼樂觀 我自己也關火 所以你問我 看兩個七至兩個八了就好了 好 不如回答一條Email的問題 對 整個倉都給我們 這是一個退休人士 他就有1299 有刑戶基金 有2343 有700 941和939 應該全部都是眼隔的 最重倉就是941 他說有沒有一些東西 現在可以丟掉去 但他又有能力拿長線 其實你有能力拿長線 剛剛聽他手頭上的股份 都正路的東西 不是市場封火的東西 唯獨有2343 2343未必真的適合退休人士玩 這些比較有炒股 就是你航運周期 但是你說這些有很高牌式水平 所以短線來說是對的 就是2343 你不可能想 有儲存一定利潤在手的時候 你就取消費 不要想著用一個價值股的心態去買 不過你說長 如果你說真的長線 你退休 你退完休等錢勢 都不會只是兩三年 我也不希望你只有兩三年 越長越好 但是問題就是 航運這個行業 是不是真的未來十幾二十年 都可以暴利 又真的未去到那麽狀況 你退休人士 就真的不太適合 拿2343來做收費 可能收了兩三年 開深夜之後 然後又回到 但是短線都還抵詐 所以你說 只要你有持貨能力 那你這些股份有個好處 就是中移動也好 健康也好 是不是有健康 有啊 這些全部都有個穩定的派息能力 你收到股息 你大約計算到數的 可能5厘左右的股息率 加上呢 你要財息兼收 就一定難的了 但是你說收到股息 過到生活的 那這個水平計算過 OK就可以了 所以你說退休人士 這樣去部署都OK的 但是如果你說退休人士 全部拿下股票 這些有高風險行為來的 因為你有機會真的 那個經濟真的好不行 你又沒有時間 跟那個經濟慢慢等它 回復回復的 就是這個經濟 現在全部大衰退的時候 要很長很長時間的 所以我覺得 唯獨就是說退休人士 是否適合拿這麼多股票 但是如果不是 就是佔你一小部分 老實說 這些已經是最安全的股份 就是有時候 我們都這樣回答 其他家庭股眾 連這些股份你都要走的時候 你沒有東西可以買 所以繼續拿著算 我覺得中兒童都OK的 好 多謝各位家庭觀眾的E-mail 都回答問題了 Anno有沒有持有上述提供的股份 都沒有持有的 謝謝Anno 這麼長時間的分析 這支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稍後回來還有其他直播 我們稍後再見 少許 опять 謝謝嘿 謝謝 感谢观看